山居秋名 王伟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坚照 清泉石上流 竹轩归患女 连动下渔舟 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刻留 这首山水名篇 于诗情话意之中 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诗中明明写有幻女于舟 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 原来山中树木繁茂 遮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 正所谓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鱼想啊 又由于这里人迹喊道 辖里谁知有人事 世中遥望空云山 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 空山二字 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 山雨初济 万物为之一新 又是初秋的傍晚 空气之清新 景色之美妙 可以想见 明月松间照 清泉时上流 天色已明 却又昊月当空 群方已泄 却又轻松如盖 山泉清烈 匆匆流泄于山石之上 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宿炼 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多么幽清明静的自然美啊 王伟 己上似贤勇 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 为其 悉阴无恶目 饮水必清源 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智高级的人 他曾说 宁期野树林 宁饮见水流 不用做粮肉 齐驱见王侯 这月下轻松和时尚清泉 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 这两句谐景如画 随意挥洒 毫不着力 像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谐景 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 非一般人所能学到 竹轩归患女 连栋下渝洲 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歌声笑语 那是一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 洗霸衣服笑逐着归来了 亭亭玉立的荷叶 纷纷向两旁批分 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 那是顺流而下的渝洲 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 在这轻松明月之下 在这翠竹青莲之中 生活着这样一群 无忧无虑 勤劳善良的人们 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 反映了诗人过安静淳朴生活的理想 同时也从反面 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 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 而用笔不露痕迹 使人不觉其巧 诗人先写竹轩连栋 因为幻女印在竹林之中 渝洲被连夜遮蔽 起初未见 等到听到竹林宣声 看到连夜分批 才发现幻女渝洲 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 更富有诗意 诗的中间两连同是写景 而各有侧重 汉连侧重写物 以物方而明智洁 景连侧重写人 以人和而望正通 同时 二者又互为补充 泉水轻松 翠叶清廉 可以说都是诗人 高尚情操的写照 都是诗人 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既然诗人是那样的高洁 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 又找到了一个 称心的世外桃源 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 随意春方歇 王孙自可留 本来 出词招隐士说 王孙兮归来 山中兮不可久留 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 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 洁净淳朴 可以远离官场 而洁身自好 所以就决然归隐了 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 是以自然美 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 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 表面看来 这首诗只是用负的方法 磨山泛水 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 实际上 通篇都是笔性 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 济楷研制 寒韵丰富 耐人寻味 本文作者傅如一 朗读白云出秀 本文作者傅如一